想要人老腿不老,膝关节养好最重要,那你知道怎么养吗? 实际上,很多你以为的健康行为,都是在毁它,你却还不知道,特别是中老年人需要注意。 今天,小康妹儿咨询了四川神骨科膝关节科的程松苗医生,听听医生的专业指导。 程松苗医生将在今天下午5点到6点接听医院线,你也可以图片留言提问,预约咨询程松苗,膝盖是怎么衰老的? 膝盖衰老是一个慢性的过程,外伤会造成膝关节的功能退化。 此外,生理性的衰老也会导致膝关节退化,膝关节的上下两根骨头的表面,又一层光滑有弹性的关节软骨。 长期负重的平斑摩擦,会使关节软骨更容易被磨损殆尽。 除此之外,软骨下方的骨骼产生不坠,增大的体积同样也会让两块软骨起到非常靠近,增加磨损的风险。 伤膝行为排行榜,膝关节周围有韧带和肌肉,可以维持身体稳定。 协调运动,程松苗医生强调,做好韧带拉伸和肌肉力量加强训练, 能够起到保护骨骼的作用,从而达到延缓膝关节衰退,减少磨损的效果。 然而,有些行为,你以为是在锻炼,其实是在毁膝关节。 上西第一名,爬山,上下楼梯,许多人在长期登山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膝关节劳损。 医学研究表明,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,与地面行走相比,登山中对膝关节的压力增加了四到五倍。 在登山的过程中,定骨,半月板,关节面等膝盖组成部分关节的摩擦加剧,尤其负重登山容易造成伤害。 爬楼梯也是同理,特别是下楼梯,膝盖承担了比上楼更大的压力。 缓解方法,膝盖不好的人,不要爬山和爬楼梯。 正常人群在登山的过程中,可以选择轻便的约野手杖,解助其保持身体平衡,有助于释放膝盖压力。 上膝第二名,蹲着做家务,多位的姿势会让膝盖承担了体重几倍的压力,而大部分的压力都会集中在膝关节处。 上膝第三名,打太极拳。 这里小康梅尔,之所以为太极拳打了以后,是因为大多数人在打太极时缺乏专业指导。 不只是太极拳,练于加极度屈膝盘腿的动作,容易伤半月板。 解决方法,中老年人一定要在正业指导下打太极。 膝盖不好的中老年人,可以选择其他锻炼方式,散步和慢走就很好。 想要养护膝盖,医生建议,首先是减重,减少膝盖的负重,其次是通过适量的锻炼。 那么,这个食量是什么样的量呢? 程医生建议,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合适,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散步,慢跑就是很好的选择。 此外,运动前做好震带拉伸练习,活动肌肉,发挥肌肉和震带对骨骼的保护作用。 医生特别推荐了两个养护动作,两个动作养护膝盖,强化腿部肌肉力量,有助于保护膝盖。 缓解膝关节疼痛,同时也可以越防膝骨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。 故事投机抗足练习,坐直,腿部悬空,大腿保持不动,抬小腿,抬平后,再放下,重复几组,亦感到疲劳为宜。 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,在小腿触绑上移到两斤的沙带,强化训练,目的在于强化大小腿的后方基层。 这些知识点,快记好,随时随地就做起来吧。 小康妹儿可是先做了好几组了,如果您还有器官节方面的疑问想咨询医生,可以连接,预约来点名额。 您应用线预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